海巡在淡水渔人码头登上对岸船只抓人 但所延伸的疑问有很多 海巡说在淡水外海六海里 透过雷达锁定的这艘可疑船舶 但问题是都已经闯过我领海基线12海里 怎么没锁定 确实雷达上小船跟浪波 都不好分辨 只是海巡全程雷达监控 怎么没主动出港就近监控 这次这艘船只是直冲淡水渔人码头 但如果最后一刻直冲淡水河道 海巡三五顿快艇才出发颈椎 恐怕已来不及拦截 因为淡水河其实还蛮宽的 它这个一般的小型船舶等等 它其实一直冲到像例如说 大老城这些地方 跟政军中枢 政治机器中枢就很接近了 那这个的确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过去两年陆军官职部 都曾在淡水河上演练 关键防线阻断练 层层防护针对的就是 若中共船团只逼我首都中枢 负责北部的第三中央区官兵 也会戒备 就算到了基隆河和大稻城 接近总部和国防部 都有宪兵驻守 只是问题来了 国军应对共军没问题 现在的威胁是民间船只 国军和海巡强道之间的沟通 和情报交通都畅通 海龙挖兵将在七月 汉光四十号职兵演习中 固守淡水和后 在汉光前发生这事件 难免引发联想 目前不清楚 这艘对岸船只意图为何 但依料敌从宽原则 不得不防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